很開心可以學習到這個收納的能力 延續這些物力 可以把這些東西捐贈給有需要的人 不只幫到自己還可以幫到別人 我想是最快樂的事情吧 這麼厲害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關於斷舍離這三個字 我們去確認這些物品裡面 有多少東西是我們真的會使用的 那這個收納我也用到 現在用不到 今年我們在公育募捐之前 我們特別辦了一個捐物活動的前導課程 去告訴大家要怎麼樣 把自己手邊的東西重新活化 其實這些公宅 就對於上滿族來說 療癒小屋蠻重要的 所以這些療癒小屋可以去療癒其他人 對 那就因為我本身工作關係性 所以有一些活動類的東西 可能是過往的贈品 或是相關的物品 其實是有機會把它送出去的 我覺得可以藉由這一次 台達的工藝捐物的活動 可以讓這個帽子獲得再生的機會 那在這一些二手物資的重複利用上 這一次總共減少了860公斤的碳排量 那我覺得令我感動的是說 我們今年募集的物資 是突破我們的目標超過6600件 同任的愛惜每一年都在增加 那在十五米的部分 我們總共募集了1881件 大哥哥高興的節奏 你也太重了 你也太重了 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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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看到大哥哥大姐姐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跟他講話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早 早 我是十五小隊的一千哥哥 剛上車的時候 因為介紹的時候 小朋友都比較害羞 對不對 還沒有轉頭過來 也許我們一開始 比較不那麼容易跟他們拉近距離 在給彼此第一印象的時候 要透過遊戲的方式 甚或是他們一到車上的時候 我們就是很熱烈的唱歡迎歌 答對了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非常開心 各位來到這邊 我們下庭的時候一定要著裝 一定要戴上斗粒 然後很重要的事情 大家要脫鞋對不對 好帥喔 很衣服 真物資的部分 就緊急的是在於平台上面 那沒有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這次剛好可以帶小朋友來做這樣的體驗 我覺得可以親自看看小朋友 那我們待會兒去了田區很涼快 然後我們在那邊就踩下去水邊 好 我們出發 出發 出發 奧特曼的手要斷掉了 好力一點 你們抓到幾顆 這麼多 哇 一開始其實跟小朋友是蠻陌生的 但是一下車之後 沒想到小朋友就突然跑過來 就緊緊抓著我們的手 今天大家有這個機會 可以一起夏天 一起抓瘦羅 一起保護時間 其實非常的棒 對 你們抓到幾顆 二十顆 加油 加油 可以 你敢抓了 你敢抓了 那小朋友他也很可愛 一開始說姐姐你撿 你姐姐你撿 我不敢我踢筒子 那後來也是跟著我一起 就是親手都去撿 然後最後他不上來 他繼續撿 他說我可以繼續嗎 我覺得這些大哥哥 大姐姐對我們很好 就是因為夏天的時候 會一直抓著我們 不讓我們跌倒 很爽 因為蠻好玩的 但是回去的時候 大哥哥大姐姐要走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捨不得 謝謝大哥哥大姐姐 送我們這些食湖蜜 然後讓我們知道這些食湖蜜 是怎麼種出來的 今天是一個很難忘的一個經驗 對孩子而言應該是更屬難得 因為這些都是他們沒有碰過的東西 這也是台達店用心的一個地方 帶領我們這些孩子們 體驗到農家他們是如何很辛苦的 這個部分 那來到這裡他們看到了藍天 他們接觸到這樣的一個大自然 所以我會相信這樣的一個體驗 在他們這一輩子裡面 應該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紀念 那這些受助的協問很多 是來自比較弱勢的團體 那今天我們在食農教育的這個場域 看到他們幸福的表情 你就會覺得這一切都是非常值得 我們也會期待這樣的善的循環 綠的行動會一直延續下去 好的喜歡嗎 好 好 今天在底下玩的感覺怎麼樣 很好玩 很有心可是又很好玩 很好玩 我喜歡在田裡 真正的年輕 但是很好玩 3 2 1 綠行動 愛尋懷 玩手 平衡 愛地球 耶 好 擁有 過 大難道 好